先讲在Windows上面安装VirtualBox和Ubuntu 22.04 VirtualBox是运行在Windows上面的一个虚拟机 我们首先来到这个网站 然后下载这两个安装文件 一个是这个Windows Host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的Extension Pack 就是增强安装包 就是这个和这个文件 接下来我们再到Ubuntu的网站 我们下载它的桌面版本 这个是最新的22.04 LDS就是长期支持的一个版本 下载完了之后 我们首先安装这个VirtualBox 这里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安装的位置 我这边有几个不同的分区盘 我把它安装在D盘上面 如果你装在默认的C盘上也是可以的 然后点击下一步 这里点击下一步 点击安装 好完成 这个就是新安装的VirtualBox 然后在这里我们点击全局设定 在这里有一个扩展 左边这里点击这个扩展 然后点击右面这个加号 然后点击这个刚才下载的这个增强包 点击打开 安装 然后这里同意 好 OK 到这里的话VirtualBox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安装乌邦图 这里点击新建 名称乌邦图 然后类型是Linux 版本的话就是乌邦图64位 这里点击下一步 这里内存的话我们在绿色范围里面 可以选择尽量打 点击下一步 好 然后的话现在创建虚拟硬盘 点击创建 在这里有三个不同的选择 我们选择最上面这个VDI VDI就是VirtualBox自己的印象 然后VHD的话是Windows Hyper-V的虚拟 然后VMDK的话是VMware的那个虚拟硬盘 我们这边选VDI就可以了 这里再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话选动态分配 就是后面如果就是这里盘容量不够的话 就是动态分配比较容易 就是我们后面继续再扩大这个容量 点击下一步 这里的话 我可以先预先分给它 35G 好 然后点击创建 回到这里 接下来点击设置 如果我们要在宿主机跟这个虚拟机之间 共享粘贴板和就是托放文件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这里双向 然后系统这里内存刚才 把这个软区这个不需要勾 然后点击处理器这里 在绿色范围里面我们可以尽量分配多的处理器 然后显示可以调到最大128兆 然后网络这里的话 我们就选择这里第一个默认的 网络地址转换NET 这里有一个共享文件夹 我们这个跟刚才一样 如果我们要跟宿主机之间共享文件的话 我们也可以这里 这里一个共享文件夹 点击右边这个添加按钮 然后选择路径 选择这个文件夹OK 好 然后回到存储这里 我们点击这里没有盘片 在右边点击这个盘符 然后选择虚拟盘 我们这里选择刚才下载的 乌邦图的这个ISO镜像文件 点击打开 OK 然后这里点击启动 这里上面Try or Install 就是我们可以用箭头来选择 这里的话我们就选择最上面这个 点击回车 这里可以选择安装的版本 然后我这边的话就用默认的英文版 然后点击这里安装无光图 这里是键盘的设置 我这边是英文键盘 点击右下角继续 好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选择正常安装 这里再点击一下安装第三方软件 点击继续 好 这里的话我们就选上面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 点击安装 点击继续 好 这里点击继续 这里我们给它设置一个用户名和一个密码 点击继续 好 然后到这里安装完成 点击这里 Restart Now 这里点击Enter 好 现在开始进入设置 我们这里第一步的话 你可以用谷歌账号 或者是微软账号 或者Next Cloud 这些都可以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跳过 然后这里不需要 这里点击不需要发送 下一步 这个是位置的服务 我们这边可以先不选 下一步 然后这里点击Done 结束 然后这里的话 现在可以点击Install Now 安装这个软件更新 好 现在软件更新已经完成了 现在这边点击重启 好 然后这里的话 乌邦图已经正常运行了 但是这个窗口现在很小 我们再做一些设置 把它设成全屏 首先我们打开命令窗口 在里面输入 然后再输入第二行命令 点击Yes 好 这个安装 好 这个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的设备 然后这里有个安装增强功能 好 然后我们点击 这里有一张光盘镜像这里 然后右击这个AutoRunSH 点击这里RunSAProgram 回车 好 这里点击回车 然后重启电脑 好 现在还是没有扩大对吧 我们可以把右面这个先点击一下 把它缩小成这个窗口 然后再点击放大 好 现在就已经全屏了